今日金曝还要带您来看到 这起惊悚的死亡车祸 发生在台中市的新社区 当时是一对失信夫妻开车回家 丈夫先下车准备要来关铁门 而妻子在停好车之后 下车到后座去拿东西 想不到这时候 车子居然自己后退了 还不慎把丈夫碾压在车底 第一时间妻子吓到 根本是不知所措就站在一旁 是靠着所有人合力将丈夫救出来 但这名失信丈夫送医之后 还是先告不知 警方拉起封锁线围起黑色轿车 这辆车后保险桿明显凹了一个洞 前保险桿整直掉落 二十六号晚上九点多 四十五岁的施太太把车停好 下车拿东西 没想到车子突然自己倒退 撞到正在关门的先生 还把人碾过拖行好几公尺 导致丈夫伤重不致死亡 我是在刷牙 听到车有那个 好像撞击的声音 声音很大 事发地点就在台中新社 邻居说失信夫妻他们 跟地主租地 说要做酸白菜的生意 搬来这边大约三个月 跟他们见过几次面 车祸发生后 妻子一试吓傻 第一时间也没跟他们求援 死者太太表示当时人不在车上 不知道为什么车子会突然倒车 压死丈夫 事故原因是打错档还是车辆故障 警方还要深入厘清 记者综合报导